第五章 伊文姬归汉 于雪飞终于现身了 她像一个会隐身的仙女 魔咒一念 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你快要把她忘记时 又踩着阿拉伯传说中那条飞毯 突然降落在你的面前 两个多月前和小米勒一起看球时 轻敲接到了于雪飞莫名其妙的短信 就再也找不到她了 电话关机 微信不回 租住的公寓也是铁匠军把门 青桥无奈 只得宽慰自己 这丫头如同猫头鹰 睡觉也会睁一只眼睛 惊得很 没人能伤害得了她 索性随她去吧 潜水久了总会出来冒泡 果然 就在青桥因为事凡无心旁固时 手机里收到了她的短信 文姬归汉了 你下班过来做几个菜靠劳靠劳 青桥下班来到于雪飞的公寓 倒不是要急切地展示厨艺 而是想知道这个鬼丫头两个多月的时间 到底干什么去了 她和他约定 不把他回京的事泄露给任何人 信守这个约定的同时 也给自己增添了一份无形的责任 见到青桥 于雪飞高兴地抱住他又蹦又跳 青桥训斥道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然后说 老实交代吧 否则我立马走人 于雪飞冲青桥撒娇 别啊 你没看到人家都瘦了吗 要好好补一补 这丫头不记仇 早忘了刚回来 就被青桥教了两条冷水的事 青桥 这才注意端详了一下于雪飞 她还是那样光彩照人 鬼灵精怪 只不过与两个月前相比 确实瘦了一圈 皮肤也黑了 好像去服了一趟劳役 与平素养尊处优的生活相比 于雪飞这段时间 不亚于苏武被流放 不过 毕竟是一个鲜鲜女子 所以她把自己的现身 形容为文鸡归罕 烹饪一桌拿手饭菜不是难事 何况于雪飞已经准备好上等食材 为了庆祝小别重逢 于雪飞特意打开了一瓶拉飞 并告诉她 这是2008年的陈娘 市场价已经上万 轻巧惊叹之余 说起罗小丽对那件单膝和全牛皮鞋的评价 笑得于雪飞直不起腰 说我一猜你穿上那身行头 肯定回头绿报表 亏你还是有国际事业的人 居然连最一般的奢侈品名牌都不清楚 你呀 事业虽然有成 但在生活品质的追求上已经太out了 青桥一撇嘴 听于雪飞讲述了她这两个多月的奇遇 给青桥发出那条失踪短信前 于雪飞特意去会了政烟 康泰集团B区总部是一座银灰色的五层办公楼 前台接待小姐告诉于雪飞 郑主管正在开会 隔着玻璃隔断望过去 见大厅里并排站着十几名门店店长 会议似乎已接近尾声 政烟很干练地在做总结 前一段 各组的换房很成功 公司高层感谢大家化解了一场公关危机 这次对重草口服业的善后处理工作 将纳入每一位员工 每一个门店的绩效考核 工作突出的员工和门店将得到奖励 下一步 高电位治疗仪的销售正在铺开 销售策略已经反复向大家强调 如欲取之 欲先欲之 我们给予的是什么呢 就是各种细致 周到的贴心服务 公司下发的服务指南上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各门店在执行的过程中 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心得 会后各店长可以交流 接待小姐近来附在郑烟的耳边说 郑主管有一位小姐要见你 郑烟点点头 好 大家跟着我喊几句口号来结束今天的会议 积极向上 开拓进去 努力拼搏 永不言败 众人喊过口号 整齐地拍了一下手 散了 于雪飞走进来 郑烟微笑着迎上前问 是你找我吗 什么事 于雪飞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他不想亮出陈伟的旗号 不光是怕泄露回京的秘密 还希望凭借自己的实力去闯一闯 这个郑烟 前些天还是店长 现在已经升任逼去销售主管了 他既然可以干得风生水起 自己凭实力也能鹤立鸡群 于是说 我是来求职的 郑烟把他领到自己的办公室 一直沙发 很有气场地说 坐下谈 你什么学历 要求什么职位 于雪飞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同学 便随口说 我是联大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的 叫刘红美 想从最底层的销售干起 郑烟饶有兴趣地问 你为什么要应聘我们公司呢 我这人性格外向 适合干Sale 销售 刚才我看到你们开会的情景 感受到了公司文化中 积极向上的一种理念 这种气氛我喜欢 他对我的成长和发展 肯定会大有助力 郑烟很高兴 你能有这样的认识很好 欢迎你加入我们团队 新入支援公要接受一个月封闭培训 这期刚好三天后开课 你填个表格去参加吧 康泰集团培训中心 在郊区的一座废弃军营里 墙上加强战备 保卫祖国的标语还依稀可见 虽然并没了 但管理仍是严格的军事化 第二天六点就吹号起床了 出操结束 吃过早饭 开始上课 老师是一位年近四十的秃顶 美其名曰主讲销售策略 说白了 就是怎样把消费者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他先讲了一个黄段子 一个少傅报案 说我把钱放在胸衣内 在拥挤的地铁里被一个帅哥偷走了 警察非常纳闷 这么敏感的地方你就没有察觉到 少傅红着脸的啊 谁想到他是摸钱呢 教室里发出一片笑声 老师摸摸寸草不生的头顶 什么是销售 一言以蔽之 让客户的钱在愉快的体验中 不知不觉被摸走 就是销售的最高境界 接下来一通山货 怎样忽悠客户 怎么都受保健品 不得不承认 秃顶极有演讲天赋 内容虽然有些粗俗 但是讲的生情并茂 潜移默化中就给学员洗了脑 下午讨论 宿舍里 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朝桌四周 消化老师的讲课内容 组长归结为16个字 锁定目标 情感投入 贴身服务 全程陪伴 然后启发大家 说了归奇就是一句话 如何收割老年人的信任 让他把兜里的钱 心甘情愿掏出来 雨雪飞越听越觉得奇葩 并忍不住评论 我听着 这不像是营销授课 倒有点像Agent Training 组长重复了一遍英文单词 问 这是什么意思 组员讲 Agent Training 就是培训的意思 客工培训 组员以 这有点用词不当吧 怎么能说是特工培训呢 老师不是说了吗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 更好的服务于消费者 为中老年人送去健康与陪伴 组长 就是啊 同样是听客 为什么人家小李理解的就非常到位 你的思想总是跑偏 去 对着墙占15分钟 面壁四过 青桥不无惊讶地问 你被面壁四过了 雨雪飞包了一只虾 便往嘴里塞边说 七 还有比这更奇葩的呢 第一个培训单元结束 中午说要加菜已是靠牢 平常豆腐白菜 清水萝卜 吃得够够了 一听说中午有鲜鱼汤 大家都很期待 鱼汤端上来了 组长是公司老员工 他先喝了一口 神情夸张地赞道 真鲜 其他人依次下船 都煞有介事的品评 或说略有点咸 或说不小心被刺卡了一下 或争问是鲫鱼还是黄鱼 轮到雨雪飞 他喝了一口 天涯 哪里是什么鲜鱼汤 明明是白开水 但看到众人一本正经的神态 也只好口不对心地说 很幸运 吃到了一块鱼肉 培训班就是用这种方式 不断给学员洗脑 灌输他们对公司的无条件认同和服从 青桥文言大恶 他倒抽着冷气说 乖乖 就这样指路为马 我早就跟你说过 国内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 你不要往里瞎掺火 什么叫瞎掺火 雨雪飞不服气地说 你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走点弯路也正常 生活就像新变图 如果成了一条直线 人就该挂了 告诉你 我可以接受失败 但是绝不能接受没有奋斗过的自己 那你打算怎么办 青桥关切地问 我当然不屑与他们同流合污 但做健康行业是注定的 还是那句老话 我是营养学硕士 你是中医博士 咱俩联手 还愁成就不了一番事业 青桥连连白手 你不要打我的普儿 我有我的事要做 雨雪飞黑黑一笑 我掐指算过 你早在我的普儿里了 这是天意 没辙 你听着 从集中营出来这一个来月 我做了大量市场调研 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想法 我呀 要做一件到了八十岁回想起来 还要笑出生的事 见青桥神情恶然 立马换了频道 哎 你认识的那个木镜和罗小利 找机会引荐一下呗 青桥眉头一簇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 雨雪飞伸出手 把食指数在嘴唇中间 keep secret 告诉你了 还问 二第二张牌 十一兵这两天很高兴 他没有想到 看上去高冷的罗小利 会用那么多优美的词汇赞美康泰 赞美自己 那篇专访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审视度势 运筹帷幄的成功企业家 既有远见与胸襟 又有担当与责任 他已经收到不少短信和电话 对他表示祝贺 当然 十一兵最期待的是小米勒的反应 因为这张牌是专门针对他出的 没有他的称赞 就如同一盘精心烹制的菜肴没有放言 严廷廷推开门 轻声说 石总 无敌先生来了 不等十一兵站起身 无敌已经走进办公室 十一兵忙绕过老板桌 把无敌让到沙发上 又张罗给他倒茶 无敌接过严廷廷递过的乡名 清明一口 报纸今天早晨才拿给小米勒 他的中文水平读常文困难 我利用周末给他翻译成了英文 想得周到 快说说 小米勒什么反应 无敌回答 或许是爱乌吉乌 他对文章极为称赞 说罗小利写的这篇文章 把史先生描写成神一样的存在 作为企业家 理念 实践和远见结合得如此完美 令人叹服 十一兵听了 脸笑成了一朵英素花 他兴奋地连连拍手 看来 我们的第一张牌打出去效果不错 无敌表示认同 选择罗小利完成这篇文章绝对正确 换任何一个记者 都不可能产生这种效果 十一兵转向严廷廷 现在要出手第二张牌了 准备得怎么样 严廷廷打开文件夹 已经和保健品协会协调好了 由他们出面组织专家 地点钉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方飞院 会后餐饮标准每人一千 记者车马费一人三千 参会专家的劳务费是每人两万 十一兵点点头 好 严廷廷略意停顿 不过 协会牛主任讲 张博安院士说 这次会和他的另一个学术活动冲突 如果错不开时间可能告假 他要不来 有两位专家也可能缺席 你专门去请张博安必须参加 他是健康养生权威 有公信力 严廷廷迟疑了一下 如果他执意不来呢 十一兵演一瞪 冒出一串粗话 他敢 老子喂养了他这么些年 关键时刻需要他摇摇尾巴了 他敢不来 就让他把吃进去的都吐出来 严廷廷答应一声走了 无敌由衷称赞 这姑娘真是不错 不仅颜值高 对你还忠心耿耿 将来会不会成为我嫂子呀 十一兵暧昧的一笑 嫂子 有些人只适合做下属 无敌是探导 你这么想 人家可未必 我看妹子看你的眼神都带勾儿 十一兵若有所思 你说到这儿 我倒想起个事来 前些日子 我听说罗小丽喜欢毛绒玩具 就让严廷廷买几个送去 谁知他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灰太郎 处在了罗小丽家门口 你说 挺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办出这么不着调的事 无敌神情有些失望 我的哥哥 这你还不明白吗 他这是吃醋了 无敌对严廷廷心存好感 只是碍于十一兵的关系 一直不敢越界 听十一兵讲了灰太郎的事 他彻底死心了 造化弄人 俩人原本不是一根藤上的瓜 瓜熟地落 人家落进墙外的繁华 也是无可奈何 吃醋 十一兵自言自语了一句 未知可否 眼珠一转换了一个话题 哎 前几天 你不是说你的同学陈伟在一家房地产公司 他主持的霞光宫殿项目资金链断了吗 这些天我认真想了一下 可以借给他们钱 你的面子我总要给的吗 无敌听了精神一阵 强作欢笑道 哦 谢谢石总 那太好了 前几天他还来电话问呢 十一兵点点头 从抽屉里拿出两张大红精致请柬 这是康泰产品论证会的请柬 到会的都是国内一流专家 你和小米勒各一张 我估计 有那篇文章垫底 再有这个论证会添一把火 签约的是应该一马平川了 无敌接过请柬 张伯安不是不愿来吗 会不会临时掉链子 不会 十一兵信心满满 严婷婷会把这件事摆平 无敌拿起请柬起身要走 十一兵哀一声叫住他 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总给你添麻烦了 这卡里有五十万 你买点好茶也喝 无敌接过银行卡 用手颠了颠 办事调侃 办事认真的问 这是你撒的狗粮 怎么 把我和张伯安归到一类了 十一兵脸一沉 洋装恼怒 你这是什么话 咱们是兄弟 海参鱿与我还分不清吗 其实他是心生愧疚 想用钱做一点弥补 无敌把银行卡扔在沙发桌上 既然如此 就用不着来这个 同一时间 严婷婷已经来到了张院士的客厅 张伯安身手示意 请客人用茶 又略意惆怅 说 严小姐 我看了一下日程安排 两个会确实撞车了 恕我不能到会 还请你带向史一兵总裁准致歉意 没关系 张院士时间不凑巧 我们可以改期 不必了 这一段时间我的日程安排比较紧 你们不必因为我而更改会期 缺了张屠夫 难道还要吃带毛猪 严婷婷步步紧逼 还真是让张院士说中了 施总特别强调 这个论证会您是主讲嘉宾 谁不去都无妨 唯独你老不能缺席 张伯安面露蕴色 他捋了一下已然花白的头发 不屑地说 听严小姐的意思 你今天好像不是来送请柬 倒像是来送船票的 严婷婷笑了 风情万种 这是您老说的 我可不敢 施总要是知道了 说不定会炒了我的鱿鱼 张伯安沉下脸 既然你知道后果 那就请回吧 严婷婷微微一笑 站起身说 好 打扰您了 不好意思 走到门口 他回过身 掏出一个信封放在鞋柜上 像是很不经意地说 哦 忘了见识 施总给您在墨尔本读书的千金 买了一辆最新款的法阿里跑车 让我把发票的复印件交给您 请您收好 三玉江新式赴姚秦 憨睡中的大都市 每天不会自然醒 它不同于江南小镇 水乡古宅 先是晨曦微露 天光见血 接着英明雀河 婉转悠扬 小镇或古宅便醒了 吹烟鸟鸟 是他醒后的第一抹表情 讲声哗哗 是他醒后的第一声喘息 大都市不一样 他没有小镇的舒缓 也没有古宅那么充满诗意的过渡 天一泛白 瓦达声和喇叭声 很快就会灌满一条条街市 那才是唤醒城市的闹钟 像往常一样 青桥在红色跑车剧烈的 轰鸣中睁开眼 每天早晨六点 楼下肯定会有一辆红色跑车经过 像一只从蒸锅里逃出的螃蟹 张牙舞爪 横冲直撞 小霞起得还早 青桥洗漱完毕 每天都不重样的早餐已经摆在桌上 青桥哥 早 小霞端上一叠西芹半花生米 又将柳若兰的轮椅推过来 青桥坐下来夹起一个包子 放进嘴里咬了一口 嘖嘖称赞 小霞 你这手艺真不错 这包子太好吃了 柳若兰笑着说 好吃你就多吃 要说呀 真得好好谢谢你们罗院长 把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介绍给咱们 小霞来了快一个月 干活勤快 说话乖巧 饭也做得好吃 她每天上下午准时 推柳若兰去街心公园六玩 没事就和老太太聊天 还时不时用自己的钱给柳若兰买小吃 柳若兰给钱 她也不要 说工资本来就比一般保姆高 哪能花点小钱还计较 遇到柳若兰坚持 姑娘会说 她从小离开奶奶 没有进过校 现在奶奶不在了 她已经把柳若兰当成了奶奶 孙女要尽一点孝心 奶奶还不成全 说得柳若兰搂过小霞 直掉眼泪 本来 当初雇佣小霞时讲得很清楚 就是照顾老太太的饮食起居 可是这姑娘手脚麻利 把轻巧的生活也一起打理了 说洗件衣服 擦擦桌子不过是顺带手的事 轻巧无奈 只好随她去 但有一样 书房免入 有关工作的是不让她沾手 一方面 她是怕给小霞增加负担 同时 正在试验的中药组房 毕竟是一项科研成果 需要严格保密 今天是周一 按照医院安排 轻巧要到社区检查和落实居民保健工作 她正想着是不是给木镜打个电话 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 木镜 周六决斗后 轻巧听小米勒详细讲述了 那天晚上发生的经过 很是感动 她真的没有想到 罗小丽为了洗白自己 竟敢置身探险 这促使她不得不认真审视自己对罗小丽的感情 罗小丽喜欢自己是确定的 那么自己呢 她回想起初次见到罗小丽与木镜的情景 应该说 两个女孩都光彩照人都亭亭玉立 不同的是 罗小丽像一团火 让你感到亲切和温暖 木镜呢 是那种女孩 眼睛里写满了故事 脸上却不见风霜 和罗小丽聚会 随意 和木镜见面 清乔就多了一份难以言说的期待 总之 罗小丽让她踏实 木镜令她心动 她问过自己 到底木镜是什么打动了她 卵庄 干练 沉稳 还是从骨子里透出的那一股高贵 她说不清 或许 是笼罩在她眼中的那一抹忧郁 清乔暗示过罗小丽 姑娘洋装不知 女方没有明确提出 她当然不能明确回绝 尤其是像罗小丽这样的女神范 最好的办法是让她知道自己有了女朋友 而木镜呢 直觉告诉她 木镜喜欢自己 清乔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她要刻意与自己保持距离 清主任吗 社区居民的健康档案和重点人群的监护资料 已经按你的要求整理好了 手机里传出木镜的声音 一如既往 不高不低 不紧不慢 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溪 没有落差 也没有激流 你什么时候方便 欢迎你过来看一下 我上午就过去 刚想给你打电话 你就打过来了 真是心有灵犀哈 清乔开了一个玩笑 照例 她的玩笑像射中盾牌的剑 巴打一声悄然落地 对方只回答了四个字 好 一会儿见 水波不星 清乔匆匆来到街道办事处 发现木镜已经把社区居民健康档案整理得井然有序 重点人群的救护方案也都措施到位 下一步在社区推行居家养老模式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数据 别看居家养老与家庭养老之一字之差 内涵却大相径庭 居家养老以社区为依托 要把社会化的未老服务全面引入家庭 医疗服务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清乔由衷的称赞 不错 关于建立非药物治疗中心的事 我也正在琢磨 木镜附和道 前一段时间 社区关闭了一家打着中医养生旗号 销售伪劣保健品的门店 场地没有问题 关键是 你们要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 清乔笑着说 那是自然 爱酒 针酒 推拿 把管 我们中医科可以先派医生轮流过来 然后 在社区找一些有一定医疗基础的志愿者培训 争取用个三年两年 建立起一支医疗志愿者队伍 那感情好 木镜乐不可知 现在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就往医院跑 既加重了患者和医院的负担 也引发了过度治疗问题 如果我们社区的非药物治疗中心 能够发挥作用 无疑会大大推进居家养老的实施进程 清乔开玩笑 还是木主任水平高 一说话就能从战略层面考虑问题 木镜脸一红 目光中闪过一缕妩媚 清主任说笑了 你不是说要到社区走访一下老病号 看看他们用了你的一号 二号方后的情况吗 正好我现在有时间陪你去走走 清乔当然求之不得 两个人走访了几户 患者反应吃了清乔的药后 药物依赖的情况确实得到了一定缓解 不过也有一些副作用 比如口干 小便赤黄等等 清乔听后一一记下 临近中午的时候 两人来到老冷头家 老冷头住一套二居室 客厅不大 有十几平方米 退休前 他在燕北大学后勤处 木工 房子是学校分配的 房改时 花五万元买在自己名下 老冷头正准备午饭 一缕挂面 几片青菜 木镜走进厨房 拉开冰箱门 键里面空荡荡的 只有两根胡萝卜 半块豆腐和三四个鸡蛋 就问 大爷 你就吃这么简单 老冷头无奈地摇摇头 咳 饿不死就得了呗 木镜又问 小山没回来 老冷头气不打一处来 除了伸手要钱 他什么时候能想起 还有我这个爹 木镜有些生气 这冷小山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啃老 太不像话 我上回找他谈了 他答应一个礼拜 回来看您一到两次的 老冷头冲木镜做医 真是让你费心了 木主任 上次你带我去医院 吃了清大夫的药 我这身上轻松了不少 直痛片也不那么吃了 清大夫 你的医术高呀 只是我这心脏 清桥搭住老人的手耗脉 然后 欲出一口气说 从脉下上看 您的心脏确实有些问题 建议您尽早到心内科 做一个心脏彩抄 必要是再做个核磁共振 大爷 中医治疗慢性病经验很丰富 但是在检查手段上不如西医 好 好 冷大爷拍着清桥的手 我听你的 清大夫 这时木静已经为冷大爷 做好了一碗香喷喷的面条 放在桌子上 冷大爷 您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如果冷小山没时间 我陪您去 老冷头拿起筷子 颤颤巍巍的挑起一撮面条 眼中已勤满泪水 木主任 大爷谢谢你了 应该的 您别拿我当外人 就当是自己的女儿 木静说着 从沙发上拿起胯包 要往外走 突然手机响起来 他掏出手机按下接听键 清桥隐约听到 里面传出一个老妇人急切的声音 小宝不见了 你赶快回来吧 木静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听着手机里传出的盲音 傻了 在清桥印象中 木静是一个沉稳 干脸 坐视一板一眼的职业女性 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慌乱 紧张和茫然无措 不知为什么 清桥忽然想起几句送词 欲将心事负邀请 知音少 弦断有谁听 他似乎有所预感 问了一句 小宝是谁 清桥开车 木静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他嘴唇紧闭 喘气略显急促 可以感觉出他内心的娇气与不安 木静没有拒绝清桥送他的请求 他的车经间限号 上车后让清桥坐了定位 路上一言不发 除了马达的轰鸣和俩人的喘息外 车厢里净得出气 也许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人生死脚 自己无法走出 别人也休想闯入 那是防守森严的私人领地 安放的是精心呵护的隐私与秘密 汽车驶进小区 停在木静家楼下 下车前 木静才说了上车后的第一句话 你不是问小宝是谁吗 告诉你 小宝是我的儿子 你儿子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当预感真的被木静亲口证实时 清桥还是一下被生活撞了个猎前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静丽 高傲的木静竟然有一个儿子 闲一段 谁在听 木静急匆匆进了单元门 清桥仿佛从梦中惊醒 赶紧下车追了上去 木静的母亲鲤鱼六旬 干净 利落 一头短发 黑白相见 梳理得整整齐齐 一看就是一位形式干练的知识女性 门被推开 她上前一把抓住女儿的手 神情慌乱地说 静静 小宝不见了 我在街心公园找了好几圈 也不见人影 刚才我到派出所去报案 值班民警说24小时候才能立案 这可怎么办呀 木静拉母亲坐在沙发上 说 妈 您先别急 怎么回事 您详细说说 母亲边向女儿叙说 边向清桥解释 清桥基本搞清了事情原委 因为早产 小宝身体先天孱弱 快五岁了身体发育得像是三岁 木静担心儿子的成长 就从老家请来母亲照看 老人退休前是小学教师 照料孩子的饮食起居没问题 还可以对孩子进行早期智力开发 可是这两年小宝的身体一直很弱 找医生调理也不见几色 成了木静一块心病 幼儿园放寒假 木木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 会带外孙去捷心公园 今天早饭后 小宝踏着滑板车在前面走 迎面碰到几位邻居 木木就停下来说了几句话 再找外孙已不见踪迹 开始没太大回事 因为按以往惯例 即便走散了 小宝也会在前边停下 最坏的情况是回家 在楼道门口等姥姥 这次却彻底没了影 妈 您觉处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木木缩长刮肚 想了半天 摇摇头说 没有呀 静静 现在该怎么办 青桥果断地说 木主任 别耽搁了 你和伯母 我 咱们以孩子走失地点为半径 赶紧分头再去找 现在 青桥明白了 为什么木镜一直刻意与自己保持距离 青桥甚至隐隐觉得 事情的真相也许比表面看到的要更复杂 他能接受木镜并不完美的过去吗 他能刚结婚 就有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儿子吗 青桥不敢想了 也孤不得去想 现在 充斥在他脑海的想法只有一个 找到小宝 他不愿意看见木镜眼中勤满泪水 迎面走来一个人 五十来岁 穿一身保安制服 青桥觉得有些眼熟 一时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就走过去问 师父 麻烦您 见到一个走失了的小男孩吗 三四岁 来人是幸福 他下了夜班 吃过早饭 正准备赶到医院去照顾姓儿 见到青桥一眼就认出来了 有些不好意思地上前打招呼 清大夫 你好 青桥定睛一看 不免惊愕 你是 姓儿的父亲 幸福点点头 是我 清大夫 不好意思啊 走的时候太匆忙 没来得及和你打招呼 青桥摆摆手 他不想听幸福解释 不辞而别就不辞而别吧 林了还把那么一盆脏水泼在自己身上 令人吃冷 就有点不耐烦地说 打不打招呼不重要 关键是你们不要听醒谣言 一定要在正规医院就诊 幸福连连点头 是呢 是呢 清大夫 我明白 清桥本来想问一下杏儿的情况 觉得有点自讨无趣 加上找小宝心切 转身要走 幸福拦住他问明情况也非常着急 说刚见有两个男人 领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向北走了 会不会是牧主任的儿子 清桥闻言 顺着幸福手指的方向就追 幸福也跟上来 清大夫 我也去 他们刚过去一会儿 估计能追上 追出一条街 到了十字路口 正不知往哪个方向走 清桥猛然看见几百米出一栋居民楼前 一高一挨两个男人正等着一个小男孩要进去 小男孩在使劲挣脱 清桥拉了一把幸福 说 在那边 两人急匆匆追进居民楼 见地下室门框的上方挂着一块招牌 便民旅社 下去拐个歪儿 十一六房间 一个五十多岁的黑胖妇女 从把头的窗口探出脑袋 问 住宿吗 一张床五十 清桥双手合适向黑胖妇女做了一个衣 我们先看一下 黑胖妇女翻了个白眼 重新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清桥和幸福装作看房 透过窗户一尖尖往李张望 走了没几步 清桥突然站住 小声对幸福说 前边的房间里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小孩 幸福点点头探身向李张望 对清桥说 没错 就是他们 清桥拉着幸福往外走 一声说 我在这里盯着 你赶快去打110 四锦囊 小宝走失的时候 陈伟兴冲冲敲开了清子祥的门 清子祥正坐在老板桌前 回味着昨天那个烛光晚宴的每一个细节 所谓晚宴 不过两个人 其实 众人的狂欢往往是集体的孤独 两个人的聚会也许倒是一场精神盛宴 清子祥对此就深有感触 这一段时间 她的孤寂和焦虑像一匹失去控制的野马 而那一刻 江绳却被对面的女人亲挽在手 让她的心有了可以安置的理由 对面坐着的女士 是燕北去民政局局长何连连 虽然已过中年 但是她精致的眉眼轮廓和保养交好的皮肤 证明倒退十年 肯定是个回头率很高的美女 何连连低清子祥两届 在话剧设牌眼的雷雨中相识 清子祥饰演大少爷 何连连出演繁衣 他们在舞台上擦出火花 本来可以在生活中结出果实 不想独生女的何家一定要女婿到插门 何连连是一个乖乖女 又遇上了性情泼辣的柳婿 于是 两个人的爱情无疾而终 毕业后 作为对方的初恋 他们是有联系 但鉴于柳婿的强势作风 也只是指于吃吃饭喝喝茶 从未遇见 不过 清子祥遇到繁星是 愿意向他倾诉 而何连连在官场禁音多年 比读书是持重了许多 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前天早晨 一筹莫展的清子祥收听新闻节目 一条国务院正积极推进 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消息 触动了他 清子祥想 如果将霞光宫殿和养老项目挂起勾来 估计会获得政策上的扶植 而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养老已经成为一个巨大产业 霞光宫殿以此为依托 也许会起此回升 于是 清子祥约了何连连见面 清子祥特意选在了位于子竹院路的宝丽 这是北京一家高档法式餐厅 环境优雅 装潢滑贵 夜幕低垂时 落地窗外面就会成了一片灯的海洋 仿佛银河道谢 是一处观赏北京夜景的好去处 何连连进来后坐在长辈座椅上 铺好餐巾打去 哟 这么浪漫 清子祥苦笑了一声 叫过服务员针灸 不浪漫不行啊 不浪漫怎么能让你动侧影之心 何连连看了一眼灯光下的初恋情人 目光焦灼 双眼照着黑眼圈 比起前几个月 确实显得苍老了不少 不由问 怎么了 清老板 清子祥哭丧着脸 把这一段的静于一五一时说了 何连连听罢吃了一惊 怎么会是这样 那你找我来能帮什么忙 清子祥加了一只虾球 放到何连连盘里 望着老同学说 想来想去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 何连连轻轻抿了一口红酒 朱唇清起 含笑作答 我倒是想帮你 可我不是大款呀 清子祥说 不需要你出钱 你只管给我政策就行 我想把霞光宫殿转型成养老项目 这个楼盘正好属于你的管辖范围 你只要出指证明 证明霞光宫殿是国家支持的养老社区项目 政府会为他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 剩下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我去银行就可以想办法带出钱来 何连连扑斥一声乐了 哥哥 你以为民政局是你们公司下面的业务部吗 说着 为自己和清子祥又争了少许红酒 玩耳一笑 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现在打着养老社区旗号的楼盘比比皆是 什么医养通 候鸟群 一战事 明目众多 都来找我要政策 岂不是乱了套 清子祥以手为功 反正我就赖上你和局长了 你不能见死不救 何连连严肃起来 清老板 养老社区的标签可不是乱贴的 硬件和软件要全部凸显养老特色 并且经过权威部门评定和验收才成 如果我按你说的那么办 就成了公企私用 我这局长的位子还没做热呢 你总不希望我丢了饭碗吧 清子祥耍赖 我当然不希望你丢饭碗 但你也不忍心看着我淹死吧 何连连晃晃酒杯是一对方 清子祥有气无力地举起杯子 何连连故作神秘 你干了这杯 干了我给你一个锦囊 什么锦囊 清子祥一下来了精神 他举起酒杯跟何连连轻轻碰了一下 一饮而尽 然后睁大眼睛看着似乎胸有成竹的初恋情人 快说啊 何连连微微抿了一口 用餐巾不擦了擦嘴唇 我看你啊是揣着金饭碗要饭吃 见清子祥让大嘴 一副吃捏呆傻的样子 就笑着说 你大哥清子妃不是安平受险的投资部老总吗 据我了解 他们正在建设大养老平台 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谈谈 他们有充裕资金 依托安平受险大养老平台 共建养老社区多方共赢 这样实事求是 依规合法 我才好给你政策支持吗 清子祥听了如梯湖灌顶 心头的火苗疼得着起来 像是恢复了功能的燃气灶 他使劲拍了一下脑门 真是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今天早晨一上班 清子祥就给大哥打了电话 说马上去见他 见陈伟兴冲冲进来 他有些诧异 这一段时间陈伟的情绪也不好 他是霞光供电项目主管 工程刚启动 因为资金链断裂就难以为继 对他的打击不小 这是得了什么锡帖子 笑得像一尊刚开过光的大仙 清总 报告您一个好消息 咱们的资金缺口有着落了 你说什么 清子祥吃了一惊 我一个同学在维斯林驻京办当副代表 他和康泰集团的史一兵很熟 我跟他说能不能拆借一部分资金 他说史一兵答应了 史一兵 清子祥知道维斯林和康泰正在洽谈合作 陈伟的说法应该可靠 不过 审视多事 如果能和安平受险合作才是最佳选择 于是迟疑了一下说这是好事 但你不要答应也不要回绝 就说我没在北京等过几天我回来定 陈伟以为清子祥听到这个消息会乐得蹦高 不想他态度模棱两可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异 望着清子祥一时没有说话 清子祥起身拿包 一拍陈伟肩膀 精神兜唾的说 愣什么事 走 车上 他向陈伟讲述了自己的设想 陈伟听了也很高兴 如果能和安平受险合作转型养老楼盘 资金不成问题 还会得到很多政策优惠 当然是最好不过 事先已经打了电话 清子菲正在办公室等他 自从上次保险柜事件之后 哥儿俩这还是第一次见面 那次冷不丁被踹了一脚 清子祥认为兄弟情分已尽 没想到哥哥会甩出一张二百万的银行卡 又让他觉得毕竟血浓于水 不过 想起那一脚偷袭 他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 清子菲漆了茶递给两人 子祥 公司的情况有起色吗 清子祥接过茶 隆重地向哥哥介绍陈伟 说他是燕北大学建筑学院高材生 去美国深造回国后 进入创容置业成为公司设计总监 辖光宫殿项目主管 既有本土经验又有国际实业 聪明能干 将来必是房地产行业的后起之秀 铺垫完了 对陈伟说 你把霞光宫殿的设想向清总汇报一下 陈伟确实聪明 在车上听了清子祥的大致介绍 一路消化 在表述时 从项目的宏观背景 合作的基本方式 产品的销售展望到预期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说的有模有样 清子菲听了有些心动 说 这样吧 你们回去形成正式文档 拿出详细的产品设计方案 如果可以 我会提交给公司进行论证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样 产品既安全又可以助力健康中国 我们当然可以考虑投资 清子祥听了 兴奋的抱住大哥要亲 被清子菲一把推开 肯谁呢你 你这么说的那样